北京时间10月5日,据美媒体报道,近日,蓝网队的华裔空卫林书豪以一头脏变造型世人并引起热议。 对此,书豪在球员论坛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并解释了他为石腰要书脏变。 以下是林书豪这篇文章的摘役。 我之前从没想过会纳腰在乎头发这个问题,老实说,最初我对人们纳腰关注我的发型而感到吃惊。 几年前,我在夏洛特打球的时候开始留长发,这是我和六位家庭成员及朋友一起做的事情,这就是为了好玩并表达自由,我没有其他特别的想法。 自从林疯狂发生后的那几年,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去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。 关于我应该做持妖以及不应该做持妖,我希望不再把自己的决定基于陌生人或者批评者对我的评价。 在我变老,组建家庭以及拥有孩子之前,我希望能对自己说谁在乎别人很腰看。 对我来说,变换不同的发型成为了一种有趣的回应方式。 人们肯定会对我的发型说三到四,许多人不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,他们有时候会质疑我的判断。 其中最大声的就是我的母亲,有一次我甚至挑战自己输了一个双马尾便,就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够不去在乎外界的认同度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即使人们依然嘲笑我,我已经不会感到困扰。 我最关心的是享受自我,不在乎别人的反应。 至于我其他的发型,我听过的最差评价就是,哥们,你的发型看起来很蠢,但是我不在乎,我这妖做事为了自己。 但是说到脏辫,我知道这是不一样的,朋友们会对我说,兄弟,这算抄袭吗? 老实说,最初我并没有把我的发型和文化抄袭联系在一起。 从小到大,我只会留那一两种在朋友和家人中间比较普遍的发型。 但是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,我对文化抄袭是有一点了解的。 自从零疯狂之后,许多人都会庆祝不被看好的少数族裔取得成功。 这很好,但是当遇到更加复杂的话题,比如种族歧视,警察的暴力执法或者少数族裔每天都会遇到的困境。 有时候人们并没有兴趣去谈论那些事情。 再次声明,我书脏辫的想法可能不是很对,但是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,而不是结束。 我希望这能够引起更多关于分歧的对话。 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,更少的评判。 这需要真正的努力和沟通。 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,请加入我,罗森。